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简单地说了一下青冬词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上次我们讲到青冬词理论是一种假设的理论 什么叫假设的理论呢 因为它主要是来解决双边结构的问题 解决双边结构的问题 那么因为乔姆斯基上次我们简单介绍过了 它是要探求全人类的语言所共同遵循的原则 语言虽然不同 但是它在语法上来讲 遵循的是共同的原则 因为它要探求全人类语言所遵循的共同原则 那么它提出这样一个结构上次我们讲过的 这个叫X8理论 又叫X杠理论 因为它有一个杠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种语言 不管是哪一种语言里边的任何一种结构 都会遵循这样一个结构模式 什么样的结构模式呢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模式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中心词 这是一个中心词 那么这个X呢 它是一个变数 是一个变数 表示就是说可能是名词性的 也可能是动词性的 也可能是形容词性的 也可能是别的性质 是吧 也可能别的性质 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性质 这个是中心成分 就是说这个中心成分 一定要跟另外一个成分进行组合 组合了以后 它会跟这个组合体 整个这个组合体 再去跟它组合 都是进行这样的组合 那么这是一个中心成分 那么它认为所有的语言 语言里面的所有的结构 都遵循这样的模式 这样的结构模式 那么现在碰到双兵问题 就麻烦了 上次我们讲过 因为双兵问题呢 比如说给它一本书 这是一个兵语 这是一个兵语 对不对 这是一个动词 那么这是一个名词性成分 这是一个名词性成分 那你那个双兵机构 你到底怎么办 对不对 那么上次我们讲过 传统的分析 那就不管了 这是一个动词性结构 那么它就是V NP1 NP2 传统是这样分析的 那么这个结构 显然不符合这个 不符合这个 那么像我们后来 朱德西先生 他后来是怎么分析的 他后来是怎么分析的 这样分析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竖兵结构带兵语 竖兵结构带兵语 那么按层次划分的话 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 这是一个竖兵 那么这个又是一个竖兵 它是这样 但是这种划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不符合这个X8这个理论 怎么叫不符合X8理论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VP 这个是三加动词的VP 对不对 一个三元动词的VP 对不对 那么他按照这样来分析的话呢 那就变成VP 这是三 还是三元动词 那么这个是NP2 按照这样一种划分 就这个NP2系分出来 然后再分出一个 这是一个三元动词 这个是一个NP1 对不对 那么这个竖语没有出来 竖语我们不管它 就这个 这个里面只是管到这个结构 只是管到这个结构 就前面应该还有一个竖语 这个我们不管它 竖语你可以再往上套一个 去作为竖语 对不对 那你比如说等于这一个上边 你再来一个NP NPS 那就等于那样 这个 这一部分我们不管它 它反正整个这一个是一个双边结构 再跟一个名词结合 形成一个主位结构 对不对 就那样 现在主要这个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分析法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在下边 这个在上边 按照 川普世纪的有关理论呢 下边是管不到上边的 只能上边支配下边 不能下边去支配上边 是吧 那么这个V的位置在它的NP2下边 因为这个 它支配不了 这个反正你们也不去 搞不懂也没关系 反正你知道 这样一种分析有问题 跟川普世纪理论整个不符合 那么现在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上次我们讲过 就是美国有个语言学家 叫Larsen Larsen就是一个多月以前 曾经到这儿来做过一次报告 叫头一诗嘛 不是叫 可能很多同学都没有听 研究生听的 很多同学不知道 他到这儿来做过一次报告 他就是继续来讲 他的这种轻动词结构 他主要提出一个什么呢 提出一个 空扩动词结构 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拿那个来说 比如说给他一本书 我们不用那个图 我们用这个横的给他一本书 那么给他一本书他说什么呢 他说实际上外边还有一层结构 不过这个结构是空的 有这个内容 但是没有这个语言形式 那么他为了来表示这个空的呢 他用一个小写的这个V来表示 那么就是说 外边有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就是管着这个大的结构 大的这个什么结构呢 就这个是一个实在在的结构 这是一个大的结构 这是一个大的结构 这个大的结构 人在这个结构的外边 有一个空的结构 空的结构 那么空的结构呢 他是有这个内容 有一定的语音内容 但是没有具体的语音形式 那么我们可以试想 他说这个结构怎么来的呢 其实原来不是这样一个结构 原来是外边有个空的结构 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这儿有一个空的一个动词 这个是空的动词 假设的啊 这是空的一个动词 那么空的一个动词呢 就是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是有一个他 那么有一个给 有一个一本书 有了一本书 那么这个动词呢 我们可以设想 比如说也是一个给 也是一个给的意思 给的意思 或者说这个动词就表示一个转移 表示一个转移 也是一个给的意思 那么这个动词呢 有一个特点 因为它是一个空的 因此呢 因此呢 它一定要 粘附在 十一动词 身上 因为它是一个空的 因此它一定要粘附在一个十一动词的身上 那么这个十一动词呢 它前面没有动词 前面的一个主语 比如说张三 前面只有一个主语 这是一个主语 它没有动词可以议服 那怎么办呢 后面有动词 它就把后面这个动词拉上去 一拉上去以后 就成了这个句子了 成了这个句子了 这样一来 解决了它这个问题 那么具体的怎么来 解决呢 我们就不去具体的认证 它有一套认证的办法 我们就不去 就基本的原理是这样一个原理 前面它假设有一个空的动词 这个空的动词呢 有这个内容 有这个语音内容 但是它没有语音形式 因为我们看不到 我们只能体会 可能有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个动词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要粘附在一个 十一动词的身上 那么 它前面没动词 后面有 那么它就把后面这个动词 拉上来 跟它结合 结合了以后 就变成给它一本书 是这样一个原理 它基本上是提出这样一个设计 那么这个设计 提出了以后呢 很快就是获得了 起码是获得了 就深层于法学派的支持 认为这个想法很好 解决了这个双兵结构的问题 而且不光解决了双兵结构的问题 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 也跟着就解决了 你比如说 有的名词 有的形容词 可以转化为动词 比如说干净 clean 干净 但是clean同时是动词 那么怎么从一个形容词 变成一个动词的呢 那么它也用这样一个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解决这个 具体怎么样 我们就不去管它了 在我们这个课上 你就不去管它 那么反正就是说 提出这样一种观点 当然当时拉伸 并没有叫轻动词 它叫空动词 它起的名字叫empt verb empt是空 对不对 empt是空 那么它就把它起为 一个叫空动词 它称为叫空动词 空动词 那么后来 Chom司机呢 吸收了他的意见 Chom司机吸收他的意见呢 就是用了轻动词这个名称 就是轻动词 就叫light verb 那么清东词这个名称呢 Chom司机呢 也是借用来的 借的谁的呢 借的丹麦的语言学家 叫yes person 这个名字大概大家都听说过 是吧 也叫yes person yes person 那么丹麦的语言学家 他是长期高英语教学的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著作 一个叫语法哲学 这个可能有的同学知道 有中文的翻译本 徐州师藩大学 那个翻译的 这是一个 另外他有一部很著名的 叫英语语法 因为他长期从事 英语语法的教学嘛 英语的教学嘛 因为他就是知道 外国人学英语 在语法上 会有哪些问题 因为他对这个英语的语法 分析得很细很细 这一部英语语法 到现在为止 都是研究英语语法 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书 因为这是一个 很了不及的科学家 一个语言学家 那么在他的英语语法 书里边就用了 light verb这个名称 但是他light verb 是来指什么样的这种动词呢 他是指这样一些动词 比如说 那个 tech have 这样一些动词 就是英语里边这些动词啊 他有的时候 他本身 并不是在这拿和有的意思 比如说 have 比如说have a reader read是读了 那就是念一念 读一读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take 比如take a walk 就是散步 散散步 是吧 它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take也好 have也好 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它并不表示时代的意思 它是很虚的 那么这种动词 类似于我们汉语里边一种什么动词呢 类似这种动词 像加以进行 类似这样一种动词 我们那个加以进行也没什么意思 实际上就是说 从语意上来讲 你说不错有什么 比如说 这个问题 必须进行研究 必须进行研究 真正支配这个问题的 或者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研究 真正支配我们 和那个问题的 是这个研究 而不是进行 因此这样 我们的加以进行 也属于那种 light weapon那种性质 就是原来 Esperson讲的 这样一种动词 那么 Chombs级呢 只是用这个名称 但是实际上 Chombs级指的light weapon 就不是 Esperson讲的这种light weapon 就不是这样一种light weapon 这个大家要区分开来 那么Chombs级现在讲的 这个light weapo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设想的 这个完全是一种假设的理论 完全是一种假设的理论 设想 一些句子 它的一个动词结构的前面 有一个轻动词 有一个轻动词 那么假设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很多语法现象 可以去得到比较好的解释 比较好的解释 那么不光是解释这种双并结构 双并结构主要结构上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问题 有了这个轻动词 我们了解起来 解释起来就容易 因此为什么 就是这个空壳动词 一提出来以后 马上就是能够受到大家的重视 而且加以肯定 原因也在于 有这个假设 我们就可以对许多语法现象 可以有一个好的处理 比较好的处理 那么我曾经上一次也讲过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类似于 大家注意 我说都是类似啊 不是就是一样 类似于我们的因子结构分析当中 有一个零生母 零生母也是假设的 大家注意 零生母也是假设 实际上没有 是吧 譬如说爱 祖国的爱 爱前面没有生母 对不对 我肚子饿了 安全的安 前面都没有生母 对不对 欧洲的欧 前面没有生母 但是我们假设 前面也有一个生母 不过这个生母是个零 或者说我们假设 一位生母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音节开头的一个复音 那么现在我们假设 这个音节 爱祖国的爱也好 欧洲的欧也好 安全的安也好 肚子饿了的恶也好 这个音节的前面 也有一个复音 不过这个复音是个零 因此我们就称它为叫零声母 那么有这样一个假设 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使我们汉语的音节结构 就变得非常规则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零声母的假设 那我们怎么来说汉语的音节结构 那可能就得那样说 所以汉语的音节结构有两类 一类是声韵调 齐全的 还有一类呢 只有声调和韵母 没有声母 那这种描写 显然就比较复杂了 那么有了这个零声母 就只有一套柜子 那么轻动词的假设 也有的类似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的 只是我们研究者思想的 给它安了那么一个动词 安了这样一种结构 那么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对语言里面的一些语法现象 来做出比较 让人感到 哦 原来是这样 这样一种解释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好解释 不好解释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 我们汉语里别的 设计的例子 拿那个轻动词理论 怎么来解释 汉语里别的一些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